英国首相约翰逊6号正式宣布将于12月12号举行大选 距离近百年来首次圣诞月大选仅剩五周时间 各党派纷纷进入激烈的选战模式 尽管民调显示执政保守党支持率领先 但是分析认为此次大选结果仍然难以预料 保守党能否在大选中赢得议会多数席位 英国能否在圣诞节前顺利脱欧都是未知数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6号正式启动竞选互动 首相约翰逊在工党阵地第二大城市博明汉举行集会 他承诺胜选第一天就推动议会批准脱欧协议 明年1月完成脱欧 把不确定性抛在身后 然而对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来说 现在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如何弥合党内分歧 一致对外 工党副党首汤姆沃森6号宣布辞任下院议员和副党首 称这是个人而非政治决定 尽管沃森当天与工党党首科尔滨互置信件但华分歧 两人因为脱欧政策方向一直不睦 在其余主要党派中 英国脱欧党提议 只要保守党放弃新脱欧协议 该党愿在选举中与保守党联手 但约翰逊对此已明确拒绝 自由民主党则坚定主张留欧 英国《星期日电讯报》近期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为36% 工党支持率为28% 而法新社报道 保守党民意支持率领先工党10个百分点以上 但部分坚定脱欧选民的选票可能被脱欧党分流 而其他支持留欧的中小政党可能与工党结盟 这场选举结果仍难以预料 多數目 对 坚定 坚定